arenm k 2,上面的實聲 這兩堂,一會兒的這兩堂會展覽之後 就扔給你們看了 因為這些你要重溫就重溫的了 你看一下 其實太陽最近那顆星是水星 是不是 是不是 跟著金星對不對 跟著才到地球 跟著就到火星和木星對不對 那個pattern就是 當它接近地球近和遠 是不是金星和水星一組 跟著火星和木星一組 跟著九公圖 九四三八二七六一 看不看得到 如果初班我經常講生乘數 你們不去想什麼叫生乘數 你現在就無查查了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這叫生乘數 一生一成可以嗎 OK 生乘數 你看到 四九是金來的 一六是水來的 是不是金水一組 看不看得到 看得怎麼樣 看得到 OK 跟著要看二七火來的 三塊木來的 又是一組來的 看不看得到 這一個就是正認識 對上面聽聲的規律 明白嗎 所以我們用的是實聲 好了 至於師傅 你說生乘一組 另外一個 如果你學到高級 這個懸空大掛的理論 就要除了生乘數 才有 合十 生乘數 是對健康有利的 合十 對淺眼有利的 OK 看看 你看看 你的電話有沒有合十 生乘這些 數字學 就從這裡來的 知道嗎 OK 所以生乘一組 跟著你看看 生乘的組 九四 一六 原來九和一 合十 是不是 就是四和六合十 生乘和合十 就是一組 就是金水的組 跟著木火 又是一組 是不是 生乘一組 跟著它又是合十 二七和三八 二對八 三對七 生乘和合十 明白嗎 你們回去想一下 不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基於上面的天星 煙液出來的 OK 至於有時候說 出了九星 九星其實就是北斗星 北斗星其實是它動的 OK 它動的 還有 剛才那個九星 六、二、七、三、八 是基於天